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呼吁国会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 以帮助消费者应对汽油价格飞涨 汽油价格高涨的部分原因 是与俄罗斯入侵华兰有关 在拜登总统计划就汽油价格问题发表讲话前夕 白宫在一项声明当中说 总统支持暂停征收每加卵18.4美分的联邦税 直到9月底 白宫说拜登总统理解只是暂停征收汽油税本身 将不会缓解我们看到的花费的增长 但总统相信在乌克兰战争 迫使美国家庭增加开支的这个特殊时刻 却会应当尽力为工作家庭提供存息的空间 联邦汽油税的大部分款项用于道路建设项目 白宫说其他税收可能会填补暂停汽油税所带来的 大约100亿美元的收入 美国目前的平均汽油价格在每加卵5美元左右 全球燃油价格最近几个月都在上升 需求回升 练油能力面临挑战 对主要石油生产国俄罗斯的制裁等 都是其中的因素 大约300亿美元来自于当中的山川 衔生产国俄罗斯的制裁 十亿美元 最后迅速 Rückers